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加了一些加了两只个股中间的话我还把啊有一些个股的话我还加了一个下车的一个区间 包括有其中有两只个股他的评级我也把它改了然后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改 好吗啊在看个股之前的话我想先和大家说一下大家先不要急先不要急着快进好吧先先先听我说一下 首先我这所有的个股特别是对于一些亲爱的小伙伴我这所有的一些个股啊并不是帮助大家短期 就那些个股并不是一些短期的一些暴涨股如果一些小伙伴想觉得买一些个买这些个股 然后帮助自己实现短期的一些盈利的话啊这些可能并不是非常适合的大家好吗 然后我主要的话我想说一下我投资一个思路啊我主要关注的一些个股都是在 在我看来的话都是一些改变者那他们是改变着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支支付方式出行方式 包括啊第二种方第二种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比较看中一些大趋势 那比如说像气候变化啊第三种的话就是我比较看中一些复制就一些一些公司的话 他们能够复制一些成功的一些经营那些模式啊然后我比较不会关心那些产业或者我觉得那些属于一些西洋产业的是那些被改变者啊哪些属于被改变者呢就比如说像银行传统制造业或者是能源也特别是石油啊 我非常不看好这些产业啊也许很多小伙伴会觉得这些产业也也会有他们那个春天也会有他们那些周期性但是我我我是觉得比如说像银行业他们一定会被fintech啊给非常大的一个一个disrupt或者给fintech给fintech那些公司会非常大的一个造成一个改变 那这些产业对我来说的话即使我觉得或者有可能他们短期之内会反弹但是我玩我不会去博这些反弹 因为我投资的一个区间都起码在最短最短的一些公司里边起码也是一年到三年主要的所有的公司我基本上都看在三到五年甚至于有些个股的话会更长好吗啊第一只个股拍了糖拍了糖的话股票代码pton然后上车区间的话是144到153啊这个上车区间我把它提了非常多了基本上后面的几只个股基本上所有的个股我都把上车区间往上提了因为确实这一个多月以来这些个股基本上是涨得比较好然后啊 接下去一个一个看完然后拍了糖的话我对他的信念指数是四颗星啊首先拍了糖的话啊我是觉得即使是疫情结束了之后也是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继续使用他们的拍了糖包括拍了糖我觉得他代表的是一种态度而人们因为拍了糖而省下的去健身房或者回健身房的那些时间这是以后人们所不愿意去摒弃的因为你一旦一样你一旦拥有了这样东西一旦拥有了这个你自己对时间的那个控制权之后你就不会再去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拍了糖是一种改变人们的一种健身的一种方式而他一定会继续持续下去好吗第二只个股卡巴那卡巴那的话信念指数也是四颗星啊上车股票代码的话CVNA上车区间的话二二五到二五零啊卡巴那的话他是一家啊卖二手车的一家公司 他所disrupt是我们普通的原来的或者现在的这种卖二手车的方式大家都是驱车行而卡巴那是完全把卖二手车变成了一个digitalize他完全是所有的一些程序不管是从你看车到你最后的sign contract所有东西全部在网上完成基本上是一站式服务他完全改变了人们买二手车的那种方式好吗然后来看下面一家公司check然后股票代码的话CHGG然后上车区间的话八十五到八十九 信念指数的话四颗星CHGG的话它基本上是一种digitalization什么样的digitalization它只是把教育和在线模式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它结合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它是以卖二手车二手术而出道的然后现在主要是服务一些高中生和高中生和大学生然后高中那些学生如果说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话他们都可以在CHGG上找到他们需要的一些答案好吗然后看下一家公司SumoLogic信念指数的话四颗星股票代码SUMO 然后上车区间的话见日更好吗然后为什么因为昨天涨得比较好然后我得去从从他接下去的几天的走势去给大家判断在哪个在哪个区间比较好上车然后下车区间的话是六十块钱这家公司的话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公司产品非常非常的好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CEO非常愿意花钱去promote他们自己公司的一个产品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SARS行业的他们在整个SARS行业里面平均的一个估值 是算属于比较低的好吗这下面一家公司PalantirPalantir的话信念指数四颗星股票代码的话PLTR然后上车区间的话28到29这家公司的话我就我不用多介绍了 让很多小伙伴买他是因为信了他的一个Founder Peter Thiel 我觉得你也可以继续信下去如果对家公司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他们公司的一些product一些产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吗 如果说他们这家公司的CEO能够把他们的产品更加的一个商业化而不是非常非常依赖政府一些合同的话我觉得这家公司我觉得Palantir的成长值其实是非常高的好吗 Teladoc股票代码的话是TDOC股票代码TDOC股票代码TDOC然后信念指数的话是四颗星上车区间的话我也得和大家继续日更然后现在我不能提供给大家 首先这家公司的话就是非常简单了他就完全是把我们的一个看医生的那种模式给digitalize就是网上看医生我我个人是觉得 现在来说的话起码有70%到80%的一些clinical visit就是你去诊所的那些visit是完全可以被减去完全可以被省略的 然后我觉得Teladoc是很好的服务了一些我起码从现在的一个现阶段来说很好的服务那些不必要的那种visit 而我们一旦适应了之后我自己是用过的然后我一旦适应了之后我觉得一些小毛小病需要一些简单的配一些消炎药之类的你完全不用再去诊所了 所以我觉得Teladoc是一种他基本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好吗就而且现在在整个的一个他Teladoc在的一个space里边 我觉得Teladoc是属于一个领先的地位的那啊一个先驱者或者一个刚刚一个第一个进入这个产业的一家公司的话 我觉得啊如果说你看好这个行业的或者你能看到这个行业的一个将来的话Teladoc就是一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一个投资的一个标底好吧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GMI好吗然后股票代码的话是JMIA信念值的话是四颗星 然后上车区间的话啊因为昨天长得比较好然后我会帮大家继续去更新 我得看一下他接下去起码几天到一个星期的一个走势我才能帮大家去判断他的上车区间 细心的小伙伴或者说关注我这个频道比较久的一些小伙伴知道 我对GMI上一次我聊GMI的时候他的信念指数是4.5颗星 然后现在我把他降到了4颗星 为什么我先说一下首先我个人对GMI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看法的话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business model在非洲的话一定会work一定一定能成功 只是他中间有一个非常炸的一个时间成本 但是我觉得我上次给大家推荐4.5颗星的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把这个时间成本非常好的阐述出来 所以我觉得从大家那个小因为我和大家说如果GMI你能给他10年的话 他一定能长得非常好 但是我后来去想一下有多少的小伙伴吃过的话能吃到10年的 如果说GMI他在他在这个一段时间中间跌到10块钱你跌到20块钱的话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是拿不住的 我也不可能我也不可能告诉你说 哎你这只股票只有10年之后他一定会涨回去 我觉得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觉得要把大家起码要把大家这个 expectation或者这个期望值给稍微降低下来一点 你要非你投资GMI的话 你要非常清楚他背后的一个风险到底是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到底什么是时间成本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 那所以因为这因为这一点的原因 我把GMI从4.5颗星降到了一个4颗星 好吗 然后GMI的话我最后还想说一下 你先建这一类的公司 特别是建一些时间成本比较长这类公司的话 仓位的话一定要控制在百分 我的建议的仓位一定要控制在5%以下 你不可以在这个位置仓位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首先因为他的时间成本的关系 如果说你仓位不是今天你建了2%30进去的话 他明天一旦跌的比较大的话 因为这里股票波动非常非常大 而且GMI现在本来估值就不是非常低 好吗 但如果说你仓位比较大的话 他万一往下跌的话 你很难拿得住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买这类股票的话 一定要自己控制仓位 然后看下一只股票 ARKG股票代码的话是 ARKG 然后信件指数4颗星 上车区域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上车 基因编辑 首先我上次分析过 我做过一次基本面的基因分析的一个基本面 我帮大家介绍了Crisper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 Crisper 包括Crisper Therapeutics 它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 我个人非常看好这样的这个产业 但是其实回到和局面 我觉得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我觉得它中间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成本在里面 而且我觉得近两年 你是非常难看到从技术上的一个突破 或者是量产 就是但是在将来 我们说在不久的将来吧 可能是五年甚至于十年 五年到十年甚至于更长 我觉得你是一定能看到基因编辑在一块 一定会颠覆现在的一个医疗行业 但是其实ARK对对ARK对基因编辑这一块的话 他们看的区间也是非常非常长 对吗 他在Cathie Wood的嘴里 他说基因编辑要起飞的话 起码要到20年到25年 所以你在投资这一类股票的话 你自己要非常非常清楚 这中间的一个时间成本 但是我说但是 但是市场就比如说上一年的话 市场对基因编辑这一块 就反应就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说你可以现在布局 不一定说你收获的时候 一定要到十年甚至于20年之后 也许你在接下去的两年 甚至于三年你就有收获了 但是你完全不知道 我说的一个时间成本 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生活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 但是这个行业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业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布局的 好吗 下面一只股票 PRNT 3D打印 然后我对他的信念指数是4.5颗星 细心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应该记得 我上一次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对3D打印的一个信念指数是4颗星 我现在把它变成4.5颗星了 为什么 因为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了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3D打印现在已经可以打印房子了 而且3D打印打印出来的房子已经可以卖了 已经可以量产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的一个新闻 因为我确实我 因为现在也比较忙 然后没有时间去关注每一个行业 然后这次我了解到之后 我完全是因为在我的心里3D打印 原来在我的心里3D打印 它中间也是有一个时间成本的 因为因为一些材料的一些原因限制了3D打印 可以打印出来的一些一些食物 我说的是一些就是实质的一些物品 然后但现在的话 从上次的一个从上次了解下来之后 我知道现在已经有公司已经能打印房子了 那这就是完全要颠覆我们以后 起码是建筑业了 我就说3D打印以后一定是 你能看到的是起码一方面是 它完全会颠覆传统制造业 那既然现在这个产物已经有了 而且已经能量产了 所以我对3D打印的一个信件之处 从4颗星变成了4.5颗星 因为我觉得它中间的一个时间成本 可能根本就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长 好吗 然后股票代码的话是PLNT 我知道有一些小伙伴 看我这个视频比较早的是 我推荐过一家公司是DDD 3D打印 就是3D system 有些小伙伴拿在8块多 拿在10块钱的 我现在就给这些小伙伴一个意见 就一个下车的一个区间在50到100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能拿到哪个区间 如果说能拿到的话 我如果说你哪天能拿到100的话 我们再来讨论下一个下车的区间 好吗 就因为我觉得 我是真的觉得 如果说它明年或者今年的话 今年或者明年的话 3D打印它起飞的话 起码3D system 这家公司的话 它的一个股价应该远远不到100 因为它上一次起飞的时候 它的股价就已经到100了 所以但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猜测 因为很多时候你这些猜测你是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 我说的一个gut feeling 然后是没有很多实质性的东西去支持它的 因为如果它涨到100的话 它一定不是基本面具 它的支持 一定是市场对到的一个拥护 市场对它的一个吹捆 对吧 所以再看吧 反正我现在的一个刹车 确实是50到100 如果到那时候还有人拿着3D打印的话 我们再来说 好吗 然后来看下一只股票 C股票代码的话是SE 信念值得的话是4.5克星 上车区间的话是214到223 SE这只股票的话 我对它的上车区间也是网上提了非常多 也是提的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 我对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 它不单单很多小伙伴会觉得 它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亚马逊 其实它不单单做亚马逊 它在游戏这一块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它现在也基本上 现在也已经要进入Fintech这一个领域 你想一下 你去看一下中国你就知道了 你说阿里 它等于是把在线 它等于是把就我们说的一个 亚马逊的那种模式和Square的那种模式 再加上游戏平台 中国游戏平台又发展的那么好 这三种平台放在一起 去放到一家公司里面 真的是我觉得是想不成功也非常难 好吗 就我对SE的一个信念值 其实非常非常高 好吗 4.5克星 然后上车区间214到223 下一家公司Neo 未来汽车 然后信念指数的话是4.5克星 股票代码的话 NIO 上车区间的话是55到61 Neo的话我以前也分享过 我知道可能争议会比较大 因为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特斯拉 你为什么不说特斯拉 然后说Neo 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冲突的 因为我觉得特斯拉更多的是全球的一个布局 当然在中国也有布局 但是Neo的话 我一直是一个观点 特别对电动车我一直一个观点是电动车领域 因为现在的整个市占率 你看你去看电 你去看新的销售电动车和柴油汽车或者或者和汽油汽车去比的话 你可以看到电动车整个的只占销售的4% 所以它在未来的从我们说从今年2020年开始到2030年那段时间 未来的10年里面的话 电动车的一个市场份额一定会成几何形的数字给增长 而且随着它的随着它的cost越来越低 然后它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以后完全会没有石油车和柴油车的一个天下 基本上是没有 然后那所以中国又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我完全不觉得特斯拉一个人能把所有中国的市场 特斯拉技术在牛逼 它也不可能把所有中国市场都吃了 那Neo在中国市场里面的话 它算是电动车里面的一个先取者 所以我在这个 我只要从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Neo的话 我觉得我对它在中国的一个发展的话 那我是非常非常的看好好吗 啊下一家公司ZERO 啊国家代码的话 z我convision的话 我对它的信任指数的话是五颗星 上车区星的话是116到126 啊不了解这家公司或者不了解ZERO的话 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的一个视频 我对我聊过这个产业 然后我也聊过ZERO和OpenDoor的一个对比 好吗我这边就啊 我就这我这边就不展开了 它主要的是颠覆了一个 啊 我们说房传统的一种房地产买卖的一种方式 然后他把所有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房地产买卖给颠覆了 他他所做的我们说的是Ibuying 就是你要卖房子的话你可以直接卖给他们 他们可以从非常简单的角度 或者从非常简单的一个程序就可以把你的房子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能在三天到五天在一个星期之内 你就可以完成整个房屋的一个交易 我觉得它是一个颠覆 颠覆整个行业的一个disruptor 好吗 那下一个股票OpenDoor 然后啊信念主题的话 我对它也是五颗星 古代代码的话是OPEN 上车区间25到30 OpenDoor的话其实和Zero 他们是在同一个 其实是在同一个领域里面 就我完全不觉得 如果你一定要要我去挑OpenDoor和Zero的话 我觉得两家都是好公司 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的 如果说哪天Zero它价格降下来的话 我也会考虑Zero的 甚至可能我两家公司都布局 或者说我卖出一点OpenDoor去买Zero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建仓OpenDoor的唯一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OpenDoor相对来说 它的估值比Zero要低 而整个industry或者他们这两家公司在的一个市场的话 我觉得这两家公司是被市场完全误解的两家公司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整个市场对这两家公司有一个误解 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对这两家公司 他们的估值都是偏低的 而你要在 首先这个市场是被低估的 其次的话你去比OpenDoor和Zero的话 我觉得OpenDoor又是被低估的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会选择建仓OpenDoor 而没有先去建仓Zero 好吧 但是这两家公司我都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然后下一个公司Airbnb 信任是说它是五颗星 股票代码的话是ABNB 上车区间的话 我真的是纠结 好吧 我得我得再花时间 然后再回去看一下Airbnb 我反正聊了很多了 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感觉到我那种 沮丧或者灰烬的那种心情 我非常非常看好Airbnb 因为我这两天我又回去看的话 我觉得它现在星期五收盘的那个价格的话 我去看了一下差不多市销率在28到29倍左右 但我再回过头去想的话 Airbnb的话 它的一个成长值差不多在30%左右 但是它其实它的growth margin 或者你去看它的毛利率的话 它其实是和SaaS公司是一样的 它在80%左右 相对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实你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一家科技公司去看的 那如果说其实你去看它 看作它是一家科技公司的话 30%的成长率 30倍的市销率 其实真的不是非常高 好吧 然后现在已经180块钱 我再花一点时间 然后帮大家去更新一下 等我再有更多的一个信息之后 我再回过来头来帮大家更新一下上车区间 好吧 我争取的话 今年的一季度就把Airbnb给拿下 好吗 然后来看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信件指数是5个性 股票单位的话 TSLA上车区间的话完全不变 新马斯克德永生 很多小伙伴到现在为止 可能还觉得特斯拉800多块钱 将近900块钱的股价非常非常的高 首先我想说第一点 在今天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多在市场上的人说 特斯拉的估值已经比所有的传统车企加一起除了丰田还要高 首先我觉得这样的对比就是一个错误的对比 这样对比就给人们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因为你去这样的对比的话 你就还觉得特斯拉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商 我觉得这是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你去看 其实你去看ARK他们的一个研究报告也可以用 Cathie Ward他最看重的特斯拉 其实是特斯拉的一个robotaxi 包括特斯拉的一个self driving 如果说哪天特斯拉 或者我们说假设今年底特斯拉能制造出他们的一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软件的话 这将对整个行业是一个颠覆性的 因为你要知道其他所有的车企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说我们一定要用激光雷达 我不是说激光雷达 我不是说自动驾驶一定需要激光雷达 或者一定不需要激光雷达就能实现 就我不是说特斯拉是完全可以不凭激光雷达就能实现 我只是说如果说特斯拉能够领先其他车企 我们不说两到三年能领先一到两年的话 这将是对整个车企 或者这将是对整个industry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东西 而且整个是你想象的整个市场只有它 但基本上它就是属于里面 我们说google手机里面的一个安卓 或者苹果手机里面的一个iOS 你要用的话你就不得不用他们的一个system 那特斯拉就完全从一个汽车制造商变成了一个软件制造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energy storage 这完全就等于又和再生能源放在一起了 再生能源在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再生能源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里面一定是整个市场里面 我们不说最大的或者最火热的一个区域 一定是一个不可完全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区域 你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切入特斯拉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特斯拉未来的成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还是不信的话 我觉得你就去研究一下马斯克这个人去学一下 就看一下他的bio 我觉得你只要信马斯克 你也可以你只要把这个钱投给他就在在不行的话 你就想你买的是一家在造火箭的一家公司也可以 好吗 就我觉得反正大家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切入特斯拉 我觉得只要你最后能对特斯拉有一个信仰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车期间都完全不是问题 好吗 然后下一只股票square信价指出五颗金 股票代码sq 上车区间的话还是不变 眼睛一闭就可以上车 好吗 虽然有点扯 但是我知道因为有些小伙伴他在 为什么我说有点扯 因为我知道有些小伙伴加仓加载 建仓建在240块钱 眼睛一闭建在240块钱 接了一个山顶珠摩拉玛峰对吗 然后因为这段时间的话 square的话一直在调整 但是就我还是希望就特别是你 我想告诉大家 因为从我最近和大家分享的一些视频里边 特别是美国马上要上 就美国马上要上位的SEC的一个 Chair 就美国证监会的一个主席 Gary Gansler 你要清楚他的话 或者你要清楚他的背景的话 他是非常非常看好 Fintech 那我个人是觉得在未来的X 因为他马上上位了 他就起码是接下来的四年 他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 那我个人是觉得接下来的四年 一定是Fintech起飞的日子 好吗 他是首先Gary Gansler 他这个人是 你别看他年纪非常大了 但是他是非常embrace technology 他不是那种保护既得利益者的那种人 你知道他不是因为 现在我们已经有银行了 所以现在银行已经那么大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银行的利益 他不是这种人 他是那种看到有好的技术 看到有Fintech这样的一个产物存在 他是会embrace 他是会 他觉得Fintech应该成长 他觉得Fintech应该成长得更好 他是那种觉得银行业要改变的那种人 所以我对Fintech 起码在接下来这几年 我对Fintech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块 大家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一块蛋糕 如果说即使你对Square本身信仰 可能不是非常大的话 我觉得Fintech这一块你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好吗 然后接下去是股票 其实也不算股票 比特币 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我还是把比特币加进来吧 我对他的信件指数是五颗星 股票代码的话是GBTC 然后上车区间的话 是因为我基本上也会隔三差 我就会给大家更新一下 大家可以平时看我的视频 然后我会给大家更新一下上车区间 比特币的话 我要稍微说一下仓位的话 首先你如果不知 根本就不知道GBTC是什么的话 你的仓位最多只能是1%到2 好吧就你如果知道比特币是什么 知道GBTC是什么的话 那你可以从仓位可以从1%到2%开始慢慢的加 或者从先建一个仓 然后再根据自己对于比特币的一个了解程度 舒适程度再慢慢进行加仓 不然的话 你的比特币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GBTC什么都不知道的话 定最多最多仓位只能是2% 你抱的心态是什么 你买比特币抱的心态就是买彩票的心态 你要做好它全部损失的那种心态 其次的话买彩票是什么心态 就买买彩票肯定是来帮你去实现一个愿望 对吧 所以你如果抱着这种心态去买比特币的话 我觉得将来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会吧 而且你一定能拿得住比特币 好吧 千万千万你对比特币不了解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中仓也不要加仓 好吗 啊最后一个股票算是作为一个梯子好吧 然后我明天的话会帮大家来更新啊 看这张图片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再生能源 我对他的我觉得我对他的信任指数 起码是4.5颗星 可能要到5颗星 我还没有最终的一个确定 包括上车区间的话我还没有确定 但是啊我一直和大家说 我是非常看好再生能源 我对再生能源的一个convention 可能和fintech是一样的 但是他可能那个区间稍微来说 比fintech可能要稍微长一点 因为我觉得fintech马上就能在接下去的 真的是接下去三到四年里面 就能看到非常好的一个成长 而再生能源的话 我觉得还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消化 或者他时间成本可能相对上还是比较长 但是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布局的一个一个行业 好吧 然后我明天我看完之后 我再来帮大家做一个更新 然后这算是我今天说的一个最后一只股票 好吧 所以今天的话说了很多只股票 大家也可以回过头去或者按个暂停 然后去看一下我前面聊的一些股票 反正这是我所有我收集的 起码我做过系统性的一些整理的一些股票 然后我给推荐给大家 大家我最后希望大家你在投资之前的话 你一定要先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家公司 然后才去考虑自己最头一次这家公司的一个仓位 好吧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吧 然后大家记得视频的中央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好吧 那我明天再见拜拜